发现了一个木薯淀粉的新吃法 就是把它做成这样的微化饼 颜色超级漂亮 那就封它为迪士尼再淘微化 还直接脆到没朋友 就是这个木薯淀粉 让它和糖一起先调调味 在里面再加点凉水 火火火火 再加滚烫的开水 火火火火 面糊就丑了 再找一个蛋卷机 先让它预润一下 先浅尝一小勺 盖上盖子高温两分半 这个不能算不成功 只能说形状不好 想要经过反复的操练 发现这样用勺子 慢慢的划出一个圆圈 盖上盖子 再按住机器30秒左右 再烤两分钟 就能得到一张 比我脸还圆的微化饼 在面糊里 加不同的果蔬粉 还能做出不同的颜色 黄色是南瓜粉 紫色是紫薯粉 绿色是抹茶粉 都是天然色索 放心 其实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香了 但是我们要小加工一下 切成小方块 再融化一些巧克力 巧克力里面 同样可以加果蔬粉进行调色 组装嘛 就是一层饼干 一层巧克力酱 依次叠加 我一共叠了五层 这个大小刚刚好 超级可爱 真是没想到 我居然还能做出微化饼 是不是还超级简单 你家里面有木薯淀粉吗 赶紧拿出来去试试呗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